各位现在看到的是1997年5月4日 澳门黑帮火兵的现场影像 14K大老崩崖区的军师石永祥 在这次事件中被枪杀 当天傍晚 石永祥带着两个小弟 驱车驶向普京方向 行至南湾大马路 陪到小学前红绿灯处 突然被三辆摩托车 从后面追至近前 三个枪手拔出手枪 从左右两个方向朝车内射击 车内三人来不及反应 枪枪命中要害 军死于非命 石永祥被杀 标志着赖东升的水防帮 与崩崖区的14K彻底反目 当天晚上 14K疯狂反扑 四处追杀水防帮马仔 为军师石永祥报仇 双方在一处停车场 爆发激烈枪战 澳门史上最惨烈的黑帮世纪大战 就此拉开帷幕 由于当时距离香港回归 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港澳两地对治安极为重视 崩崖区因此成为警方通缉对象 与此同时 也在密谋暗杀崩崖区 但消息被14K卧底获悉 崩崖区只好远赴欧洲避祸 在海外远程遥控马仔 进行游击战略 仅用五个月的时间 就重挫水防赖和街市围 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同年11月 得意忘形的崩崖区返回澳门 豪志1400万拍摄了 自传电影《豪江风云》 讲述了他自己从一个小喽喽 成长为黑道老大的经历 嚣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